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合办的一档介绍邮轮的一个节目 话说现在进入到五月中下旬了 感觉天气越来越冷了 特别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寒冷的季节 我们很希望能够通过邮轮感受 带给我们的那种到一些温暖地方的感觉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依旧请到的是 Avelyn和Jeffrey 让他们来给我们介绍一个温暖的 可以去的地方好吗 是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正典旅游的Jeffrey 我是Avelyn 那延续上个礼拜我们介绍地中海游轮 我们已经来到了西地中海 现在我们继续往南 是而且今天很精彩 那我们呢已经上个礼拜呢 我们去了纳布勒斯对不对 可是呢在纳布勒斯的行程里面呢 我想这应该目前为止是正典旅游出团的独享 也就是在纳布勒斯这一天呢 是我们西地中海里面最精彩的一天 不仅是我们纳布勒斯的旧城区 另外呢我们还要带大家呢 去享受以前贵族帝王般的享受 就是我们要到我们的蓝洞里面去 可是在这之前呢 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一艘船 我们要带大家坐的这一艘船 好的 对这个是我们幻想等级里面 最新的一个旗舰游轮 我们叫神曲号 大家可以看到它长度是333公尺 有18层楼高 是 然后呢它可载客呢是4363人 最艘船呢是有139400吨 原来它名字不叫做迪伊娜神曲号 原来它名字叫做MSC Fantastica 但是呢在它一完工了以后呢 我们的Mr.Pontaine呢 MSC游轮的总裁就认为说 因为他跟苏菲亚罗兰是好朋友 所以呢他就决定把这一艘船呢 来命名为苏菲亚罗兰的 命名然后因为它而得到一个灵感 就已经改成神曲号 是 对在影片中大家可以看到 它船这样的公共设置 特别它的游泳池的部分设计得很好 它有那种折叠式天窗的室内游泳池 还有这个在船尾它叫无济边济的游泳池 没错 它时报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 所以在这艘船上面 特别有一些阳台房 还有我们这个传宗之船的 我们的Yacht Club游泳俱乐部 他们都有直接可以来到这个 SPA区的一个专属的一个门 地中海游轮呢 跟我们印尼的巴厘岛的合作关系非常密切 所以大家知道巴厘岛的按摩 SPA是非常有名的 对 对 他们在巴厘岛有自己的一个学院 来训练他们的船员 之后再直接把他们送上来 现在我们看到是在神曲号上面的购物享受 如果您在其他船上面看不到宝格力 宝格力啊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品品 在这边可以看得到 同时呢在神曲号上面呢 他们也增加了亚洲式的餐点 或者还有他们的意大利餐 所以在餐饮的部分就不用担心 对 在他们的船上的餐厅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用着非常的鲜艳 然后用的那些家具啊 餐具啊都非常的时尚 这就是非常意大利风格的 好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大家都可以去的 也就是位在我们船尾的全景观的餐厅 另外它的船上的娱乐呢 也是我们MSC的强项 它的剧场呢可以容纳1600多人 然后曲目呢 那个筹码呢是非常多变的 是的 现在大家看到的了 刚刚已经去过了casino 你去donation玩了 然后我们去discord玩了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男生里面最喜欢的 那另外呢它还有4D电影院 我蛮喜欢那里的 对 那再来就是儿童区 儿童区大家一看 哇这些设备也是够吸引小朋友的 对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吧台 每天晚上呢 其实我觉得意大利人跟中国人一样 大家都很喜欢三五好友在一起 现在呢我们来到船中之船 六星级享受的 我们叫做游艇俱乐部 每一个游艇俱乐部的乘客呢上来有自己 专属的check-in的地方 还有你看它的房间 非常的高级 现在我们看16007这间房间 这就是以苏菲亚罗兰命名的 它里面的船中套法 也是最高级的 那看到苏菲亚罗兰那个年轻的照片 对的 24小时的管家服务 还有自己的游泳池 另外还有自己的贵宾室 这是位在船 比我们的船长 舰巧还要更好的享受 另外还有他们自己的餐厅 对这就是MSC 它特别强调的 它担心大船有些会显得吵杂 拥挤 所以如果您希望宁静一点 可以选择这船中之船的游艇俱乐部 是的 所以这是迪迪娜 将来在我们明年的 地中海游轮里面 我们会选择它来为我们走 马上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 我们的卡布里岛 这也就是我们到了纳布勒斯以后 最精彩的地方 看到我们没 我们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你如果要去蓝洞 这就是蓝洞的入口 没看到那个小小的洞 很多船夫就在那里 我们是坐这豪华游艇 在改坐这个小船 连日本人他们坐的都是 几几的一艘船 我们不是我们是自己专属的船 可以看到那个洞有多矮 那有能进去吗 对 所以要进去的时候 要配合潮水跟天气 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对 然后我们来看 Jeffrey Mouse拍的这段影片 这影片都是我们自己拍的 旁边你看那个楼梯上面 是排到楼上面的船 那个马路旁边 我们不是 我们是由船海上而来的 而且我们到了以后 都赶着这些船夫 第一批人我们就进蓝洞了 这进洞口的情形 你看多矮的一个洞口 要非常熟练 就进去了 所有的乘客在哪里 大概在三到四个人 然后我们都必须平躺 躺着才能进去 对 你看别有洞天 你没有进去 你不知道里面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叫蓝洞是不是 蓝洞 就是颜色的原因吗 对 没错 对 你看它反射出来的颜色 好 来听听一下我们的船夫 为我们的高歌 我们呢 都会跟我们的 我们的团员 我们的上场 但目前对五块钱的欧颜 叫他们去了 就拿一个船夫 他们就为你高唱 Oh, so let me 太好了 对 我们经得不过瘾 我们的船员自己 还能够给五块钱 他们继续唱 但是我觉得感觉真的是很棒 我们想想看 这里 在几百年前 这里是帝王专属的 他们白天 请人家送他们到这边 然后进去 就是好像他们自己的 比较一样 对 这是不是很梦幻啊 对 这不是你每次去都可以 听得到 然后你就算是到老远 排到那边 你还要排好久 你可能会知道 对 它是有限制的 是 好 我们现在要出来咯 今天不用帽子拍别 谢谢 看我们的船员多帅 我好喜欢他 好像很熟练很熟练的 是 一拉就出去了 我们看他们那个 腰力要很好 稍微有闪失 就会撞到那个岩壁了 出来了 所以在我们 到了纳布勒斯这一天 我们的安排 就先带大家去蓝洞 最重要的这一点 我们先做 然后接下来 我们回到卡布里道 正上 来到意大利 一定要吃当地的 披萨什么 对 传统空烤方式 还有他们的 Lemonchello 就是他们的柠檬酒 这是非常好棒的一种享受 然后行程还没有结束 当我们离开了卡布里道以后 坐船回到我们的 纳布勒斯 我们继续在搭巴士 来到我们的旁贝城 这都安排在一天的行程里面 对 所以邮轮其实也可以安排的 很丰富的那个岸上活动 对 但是只有我们这样安排的 没有其他人这样安排 对 如果是船公司一般来讲 是把它分了三个行程 但是他们蓝洞绝对不去世 因为蓝洞要排队 它不容易排得到 好了 现在我们大家看了 就是当时候 当苏维埃 苏维埃火山一爆发的时候 来不及逃走的 当时候的人民 然后呢 现在看到的都是他们 挖掘出来 他们原来生活的方式 可以看得出 是他们的浴场 旁贝城 曾经是当时 非常富有的一个城市 所以呢 那是我们非常精彩的 纳布勒斯一天 当我们回到船上的时候 如果船还没有开 大家还可以走到旧城去看看 然后呢 下一站呢 我们就来到了西西里岛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行程 一直往南走 一直往南走 你会发现这里呢 这个风情呢 是非常带有一种 阿拉伯风格式的 随着以前 奥特曼帝国的西境 在这边留下很多阿拉伯的元素 那就是以前的主教教工 对 也跟我们一般北欧的 或者是西欧的教堂不同 所以西西里岛也可以上去 待一段时间 是的 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很棒的电影 好棒的 其实西西里岛很大 所以他们西西里岛最大的 成巴勒摩 那另外呢 我们有时候 我们呢 还会看行程安排 像这次呢 我们就会带大家去 阿格力增多神庙谷 对 光这神庙谷里面呢 就有多少间神庙 号称有20间神庙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神庙的保存的完整性 比我们在雅典的地方 还要完整 是 非常完整 对 因为这个地方 曾经被希腊人统治超过300年 这个城市发迹在公元500多年前 是非常悠久的一个城市 Jofie要跟我讲 这大概是我们春秋时代了 对 所以它这个城市 都已经2600年的历史 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神庙呢 叫朱诺神庙 也就是我们希腊的爱神 所以呢 他们呢 意大利人也有一个习惯 会在朱诺神庙前面拍婚纱 而且这个城 大家可以看到是 连现代的艺术作品都陈列在这 所以结合就是古今的作品都在这 是非常 我觉得还蛮融合的 不会觉得很唐突 对 不会突兀的 对 这是我们的领队 所以可以看出这个神庙 其实还蛮多游客的 这就是跟我们雅典卫城巴特隆神殿 一样的一个建筑风格 协和神庙 所以你看保持得多好 所以来到这里 一定要特别来阿格丽挣脱神庙谷 既然神庙谷呢 树立了放眼望去 你就会看到很多神庙的骨结 那刚刚一进来 你会看到有一个 好像是断层碎片的一个巨人 他当初呢 就是我们的 柱子 是他这个 我们叫做大力士神庙 Hercules神庙的一个巨柱 所以这边你看 哇 蓝天 所以西西里岛是玩不玩的 这是他去神庙谷 大概是开车要两个小时的距离 这就是我刚提到 很躺下来的巨人神像 现在神庙已经变成旁边的断瓦残垣了 但现在还算保存的是比较好的 没错 因为你想春秋 如果是春秋时代的话 我们在如果说中国的话 已经不用 没有什么东西了 是的 是的 你看看现在看到就是 地上的那些地基而已 在我们后面就是协和神殿 对 然后呢 还有 其实呢 坐游轮有好多好玩的 我们另外一次的航程里面 我们就来了Catarina 就是 西西里岛第二大城 对 那你看到这个地方呢 有大象 大象是他们的圣物 也是四灰 因为呢 当初呢 就有聚集到一堆大象 他们认为是大象保护了这个城市 可是这城市你看那个 上面是教堂 下面是古籍 对 然后在西西里岛最有名的呢 就是这种 就是玄神式的这种傀儡 傀儡玩偶 这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列入的 对 所以来到这可以买这个做纪念品 很精确的 很棒的 我们还喜欢西地中海 然后冬地中海 还有不同的味道 所以呢 我觉得地中海是一定得去 而且一定要做游轮去 对 是的 好了 刚才的时间里和大家说到了 这个西地中海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线路 还有一些城市 而且这些景点都是我们这个正点所特有的 其他地方根本就玩不到的 也算是让大家先过过研瘾 如果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选择正点来对这些游轮进行提前的预约 是不是 一定的一定的 所以下一段节目我们还有更精彩的 跟大家分享 西地中海还没完 等一下见 我们一会再见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段的节目哈 我们延续刚刚我们在西地中海 还没有完成的行程 对 所以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 在 在这个地图中间介绍我们整个西地中海的行程 我们已经走到最南边的地方了 是的 所以我们离开西西利岛以后呢 我们再往南推进 这个时候呢就要离开我们欧洲了 来到非洲 来到北非 所以你的地中海行程呢 不是只有欧洲而已喔 非洲也是其中一块喔 尤其是图尼斯 所以我们来图尼斯呢 会有一天的时间 而这图尼斯的地方呢 你就会看到当初切太基人在这里垫下的底基喔 对 这里曾经被其太基人跟罗马人统治过 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他们之前留下 像刚刚那是浴场 现在看到的是沙漠玫瑰 对 然后呢 你看这个风格是不是很有阿拉伯式风格 的确是 这是他们的大市集 在这里面呢 你可以买到的一些纪念品呢 都是带有浓浓的那个非洲阿拉伯风格的 很特别的手工艺品啊 还有玻璃制品 是啊 然后我们去看全世界最大的 马赛克 马赛克 所以你看到那些不是壁画 都是那个一块一块的砖给 拼出来 拼出来的 嗯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的一个地方 是 离开了图尼斯以后呢 我们就再往旁边再推进呢 来到我们的维雷塔 对维雷塔呢 是我们马尔他的首都 对 那在这呢 你看到也是 他有受到基督教文化跟阿拉伯回教的影响 对 我最喜欢船进那个 维雷塔的时候 你看他进来的时候 你沿途就会经过这些的景观 嗯 那你也感觉好像格列佛游记里面呢 大进小人国的感觉 然后你就旁边那个城堡就在旁边 感觉很棒很棒的 然后旧城区就是上面你看到那黄黄的那一栋一栋的 嗯 对由于这里保持的非常的完整 都带有古代风格的 所以在这里经常拿来做拍片的地方 你没有看到一些巨大的高楼大厦 所以是一个非常保留非常完整的一个古城 是 那你爬几个阶梯就来到古城的入口 然后来到这里 当然他们还有警卫 这里呢有很多地方可以看 尤其是他的教堂 你可以看到呢他们在这里呢有他们的军事团 嗯 军事歧视团 对 对 刚刚我们看到是瓦雷塔 其实瓦雷塔是在马上的一个城市 嗯 就是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 好 这就是船进来的感觉 很有仪式感我觉得 嗯 而且很有历史的感觉 嗯 再加上他又带了一点神秘的阿拉伯色彩 所以当你进来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是什么地方 好漂亮 每次大家在那边哽着进船都觉得很漂亮 是 好了离开了我们的瓦雷塔以后呢 我们就会直接推进往西推进来到我们西班牙的皇帝岛 因为它叫做巴玛迪玉塔 当然我们简称它叫皇帝岛 因为以前这里是皇帝他们度假的地方 嗯 这是岛上的大教堂 嗯 嗯 我们看一下大教堂的那些场面 比较配进去 但是很值得很值得 因为它保留了还有上十世纪前的这些古墓 然后呢你看它的中间的祭坛 这是从远处地方看过来 嗯 对 很有气息 对 而且这一种造型的大教堂 在西欧地方就没有见到 嗯 偏南欧的地方 在我们的皇帝岛里面呢 还有一个呢 类似像是我们主席乐国的地方 他们把西班牙所有各式带 代表性的建筑 对 通通都搬到这里来 叫西班牙村 所以这也是很值得去的 你去一个地方呢 就可以来了解西班牙各地的文化风情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比较欧洲式的 也可以看到比较非洲式 阿拉伯式的建筑都在这里 对 而且我觉得那种感觉不一样 很多人都觉得 西班牙 我怎么这么晚才来到西班牙 西班牙的建筑 怎么那么的精致那么的优美 对 然后我想我下次还要再来西班牙 我想每一个乘客 真的是都是给我这样的感受 包括我自己个人也一样 你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是 你看到那种建筑风格 你可以看到历史的一切 对 而且像满街都是艺术品的感觉 而且都是创意的挥发 而且它融合的就是东西班文化 所以你有时候可以看到耶稣像 有时候又可以看到摩尔像 就是那个阿拉伯人像 你看这个就是 就是阿玛塞克式的装塑 对 嗯 感觉好像又到了清真寺的感觉 好 然后呢 在我们的皇帝岛的最高顶点 至高顶的地方 有现在目前保留全世界最大的圆形的堡垒 城堡 对 这叫贝尔堡 圆形城堡 你看到这个圆形的建筑 这个整个的构图是非常的美丽 有点像我们客家土城那样子 对对 有圆形土楼的感觉 对对对对 你看这个极和造型我非常喜欢 哇巴塞罗那 对 好了我们的西地中海最重要的重点 就是我们的巴塞罗那 是 一旦来到巴塞罗那 基本上我们会能够可以停留两个晚上 我们尽量停留两个晚上 因为这是我们的高地之都 它一个建筑师 它一生十七件 二十六件的作品 有十七件被列为世界文化遗战 现在大家在一幕当中看到的是 我们的巴特罗之家 整栋建筑物都已经是世界文化营产了 你要停留在巴塞罗那一夜的时候 你必须要晚上来这边照一次 照一下 因为当初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 委托我们高地建筑师来设计的 而我们高地建筑师采用的是 我们的圣乔治屠龙的概念 但是你看它的阳台 每一个每一个是故路头 讲的是细胞的生命 从细胞可以演化出一个真实的生命 但是到死了也是一副故路而已 然后看到的就是龙骨 龙的背脊 那跟十字架就是圣乔治的宝剑 插在这龙背脊上 内部的装潢 有时间真的要进去看 你会看到高地的那种设计概念 都没有直线的 你看它的曲线全部都是圆的弧的 不代表直角的 现在还有人住在里面 几号几号 这还是公寓的 中间还有一个天井 对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会到它的奎尔公园 现在奎尔公园必须要专人带进去 也要付费了 那我们的高地最后的晚年 就是在前面 好像糖果屋那里度过的 这奎尔公园很漂亮 这是他们的市集 当初设计就是给这个居民里面 市集买卖的地方 这大概最有名的 最有名的就是来到 来到巴塞隆纳 一定要来这里唱个像 不过要像这样没有人的 我很少 累积买人 是的 好 然后现在就是我们的圣家堂 在表现建筑 对 只要是能够到巴塞隆纳 我们公司一定安排进圣家堂里面 去关上 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坐电梯上去 可是当你进去 从生命之门进 而从死亡之门出 你就会知道 这位伟大的建筑师 他要告诉世人是什么 你看他的内部 这种教堂内部 跟其他教堂 是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 你会看抛高 他用抛物线的原理 设计这些巨注 可是不用 你感觉不出来那种 钢筋水泥的那种强硬度 然后你往上一看 这真的是一个设计 会让你觉得惊为天人 是 离开了西班牙 我们现在到了法国了 马赛 我们法国第二大港口 也就是我们法国 在地中海第一大港口 到了马赛 我们也是安排一整天的行程 现在大家看到的 就是基督山恩酬祭里面 关基督山的地方 义福岛 然后我们呢 如果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大家可以搭船上去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付钱 进去看一下 当初关基督山的地方 什么样子 我们等一下马上会看得到 谁被关在里面 然后他真的是很特别的地方 你看每一间每一间 关这些政治法 他们我觉得 看谁这么开心的囚犯 是 真的进去蛮舒服的 蛮大的空间的 这是海边 然后最高山顶上那个 是他们的一个守护船 是个母守护船 这个教堂 这个教堂里面 这圣母显灵过很多很多次了 所以你进去 你就会看到上面很多的绘画 都是讲他当初显灵的情况 然后这些商用船只 受到他保护的一个景象 那么回来赶快还愿 然后把他给放在墙上面 里面你看 应该是我们讲说 这个香火很旺 可以这样子来形容他 这个朝圣地 朝圣地的确是 而且这地方景观非常好 所以可以看到整个马赛的港口 对 好 然后离开这里了以后 我们进到市中心 还有他们的凯旋门 当初他们的军队凯旋门 老佛爷的百货公司 绝对也不能错 可以shopping 可以shopping 对可以shopping 另外呢 来到这边一定要喝马赛鱼汤 可是呢 你一定要喝 一定要跟我们去 才能吃到道地的 不然的话 你坐下来 那味道够你难受 可是你看我们 我一天要出来告诉你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煮的鱼 好香 好浓 好好吃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龙上公 大家喜欢背的包包 用的就是龙上公的名字 现在已经变成了国立美术馆了 非常棒 好 离开了我们马赛以后 在我们西地中海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景点 就是我们的摩纳哥 对 我们摩纳哥 大家最熟悉 就是格力斯凯利 对 他嫁嫁给摩纳哥王子 是的 现在呢 就在我们萤幕上出现了这个教堂 就是他安葬的地方 对 摩纳哥历任的亲王的时候呢 都安葬在这里 包括格力斯凯利 对 当你进去了以后 你看到哪一个人的那个墓碑上面放了很多玫瑰花 那肯定就是我们受人亲养的格力斯凯利 每天12点的时候呢 这里呢就会卫兵幻哨 所以也是一个观光重点 大家看一下 幻哨的上面二楼的地方 就是当初格力斯凯利 他们一天只要他在城堡里面 他一定会出来跟他的亲爱的子民回首 有时候甚至还在那边跟他们聊天 所以非常的亲密 很亲密的 很亲密 这是旧城区的地方 然后对看对面的新区 你看哇真的是 因为这个可以知道F1赛车的地方 就是在这城市里面驰骋的 然后呢在新城区的地方 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赌场 蒙蒂卡罗 蒙蒂卡罗 对 是我们的赌场 对 所以可以看到出这个摩纳哥 其实是一个土地面积非常小的一个地方 对 很小 他们就是靠着这个发展赌业呢 然后让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 这是赌城 你可以进去 但是你必须要符合他们的衣着要求 然后进去呢 你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去稍微参观一下 对门口停的呢 都是各式名牌的轿车 如果你的车子不够高档的话 是不能停的去 人家摩托车也都是高档名牌的摩托车 也是BMW的 这里是他的歌剧院 是 就在赌场的后面 所以整个西地中海呢 大致上呢最北边的地方 我们就到了蒙蒂卡罗 结束在这船呢最后再开回我们的意大利 是的 热内亚 是 所以这次我们MSC精彩的行程 东西地中海 所以呢我总觉得很多人都说 我们去坐邮轮 世界上呢第一名要去的地方是地中海 第二名要去是阿拉斯加 所以这些呢就不要忘记了 你第一名是地中海那我一定得去 而地中海如果你只去东地中海也不够 西地中海也不够 你必须要还地中海才能够圆你的梦 对 所以正点旅游带我们把这些地方 至少我们通过电视屏幕都已经看到了 反正现在需要的就是构建了这样一个梦想之后 我们到底如何去实施它 那我们这次的这样的游轮是什么时候会开始呢 我们预计在2018年第二个school holiday的时候出来 因为觉得你要去圆一个梦 一家人一起去 就像是MSC的总裁Mr.Pontay所讲的 对 持续的我们地中海的精神就是要全家凝固 凝结在一起 所以就是早点做打算为2018年的这个出行 在学生假期期间出行就可以来安排一下了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程不单单是有这个非常美的自然风光 而且有很多人文的历史的东西 对于欧洲的很多东西都会有所了解 对 所以对小孩子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对 所以地中海游轮呢 我们是极力推荐你海外的第一个游轮行程的首选 对 先从这儿开始了解一下这个游轮旅游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的 那么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也感谢我们的Avelyn和Jeffrey来到直播室 谢谢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将和大家再见了 下周见 下周见 下周见